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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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候的照片 别说颜值 连脸都看不清楚 但是 晚年时候拍照技术进步了 看得出他脸型五官都漂亮耐看 影响那个时代人的长相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精神器 大毒眼神呆滞 没有灵魂 所以到了民国 大家都变好看了 其实不是因为长相变了 是因为妆容和精神器变了 眼神有内容 站姿也挺拔 清朝有没有帅哥美女 当然有 还不少 她是 欢迎亲爱情供异的 婉言栗同济 她的美貌是真美 是跨越时代的 可惜红颜薄命 没有做成皇妃 这是乾隆的皇后孝贤皇后傅茶室的画像 端庄大器 五官俊秀 不是外面那种网红脸妖艳祸 在后宫选拔中,女青年们需根据所在其色,依次乘车入宫,车上会专门标示出她们的门第出身,进入皇宫后,再分成五人一组,接受皇帝或皇太后的选乐,被看中者就要留牌子,牌子上记录着参选女性的奇迹,家庭和年龄,供选拔者参考,在清朝统治者的选秀标准中, 品着也和门第一样是重中之重,在清代皇后、嫔妃的册封文中,舒德、端良、孝子、释迦、门第都是高频词毁,相比之下,容貌往往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标准,比如叶赫纳拉禁分,其相貌十分平庸,但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之女,最终成为了光绪的荣誉皇后, 当然,相貌也并非全部重要,清朝在选秀过程中,对容貌还是有所要求,只是当时的审美标准,相比于今天不乏惊人之处, 宫廷审美与民间审美有所区别,妃子相貌不一定要好看,但要端庄,符合富贵,极力之下, 尤其对于更看崇门第、品德的清朝来说正是如此,小脸、尖狭巴,因此都遭到了嫌弃,这是一清代帅哥,没有PS的年代,这身份正适应帅啊,下面最右也是个帅哥还有这张照片,幼儿也长得端正,但他们都是太监, 再发一张美美大异记照片董楚军,小时候就被邻居叫做小西施,现代人也会觉得漂亮吧, 这张照片里红张家的女卷也都长得不错,就是前排有个戴墨镜的小子,我真想给他手里强塞个二胡, 这是孙国富的最爱,大月君,他的柔和小脸和秀琴五官,绝对符合大部分中国古代,男人的审美,被惊艳到了吗? 每个时代的审美观都不同,如我,就认为这个可蒙了,虽一万人,只想遇见你,多么好的感觉,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